唯一的選擇 柯文哲 也沒有九二共識的包袱 真正做到 台灣自主兩岸和平 我們沒有要去統一 但是我們也沒有要去台獨 現階段就是要保有 目前台灣 我們擁有的民主自由制度 柯文哲強調自己經歷過 八次雙城論壇 一次世大運已經證明 自己是唯一能夠和中國大陸 在對等尊嚴的基礎下 有效交流 他也同意民進黨的抗中路線 絕對會海塵台灣 賴清德當總統 台海的戰爭風險 還是會升高 台灣的經濟一定會出問題 還有民眾黨既不反中 也不完全是親中 我們就是要做我們台灣自己 柯文哲有自信能守護台海和平 但看看最新的媒體民調顯示 賴消沛還是維持領先 有37.5%的支持度 侯康沛也緊追 再後也有32.6% 藍綠只差了4.9% 反觀柯營沛只有16.3% 依舊是吊車尾 選青恐怕面臨危機 而副手吳信英在政見發表會上 全程照稿念 遭外界認為沒能加分 而直播YT頻道還莫名出現靜音 只能看到吳信英張嘴 聽不到說什麼 柯文哲的同聘負責直播的公事 辦事太離譜 我昨天靜音五分鐘 他們就要講說 哪個地方出錯 這種總統副總統的這種 證件發表會你知道嗎 如果硬體還會出錯也是很糟糕 這表示說做事太不認真了 藍白河破局之後 柯文哲想靠自己拼勝選 但想要在藍綠夾縫中生存 恐怕都並非異事 藍綠夾縱明 虛光號 SNG小組桃園新竹報導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